我约过许多苗都很成功 今天要和大家谈谈我约苗成功的秘诀 我十分重视陪约撞苗 因为撞苗抗逆性强 是做早发优着风战的前提 了解我情况的人 多说我约的苗初苗期长得壮 以下是最近我约的部分药苗和定制后的幼苗长相 这是约的番茄苗和定制活客后的这株长势长相 这是我约的辣椒苗和定制活客后这株的长势长相 这是约的茄子苗和定制活客后这株的长势长相 这是约的茄子王寡苗和定制后幼苗的长势长相 许多人会问我是如何幼苗的幼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以前幼苗的因素很多 我归了后认为只要抓好以下团界就能有双苗来 第一个团界是供幼苗的种子要饱满 要种子猛发和幼苗生产 首先要配替血水 只有配替血水庞大 产生的些脏力才能把种皮撑开 若种子不饱满 这种子中的厨房的蛋白质、淀粉等清水味 这含量少 产生的些脏力就撑不开种皮 而是猛发种子 途中没发芽的丝瓜种子 都是种皮没变荷 指令面承受的不饱满的种子 要种子饱满 有种的果实就要完硕 只有果林或者瓜林达到成熟天数 取种子内继续的除创物才多 这种子才能饱满 若丝瓜要长完 两天五个月 瓜体才能完硕 图种的丝瓜 在接瓜两个月前 采得种子的种皮都没变荷 也就是种子还没有成熟 这样的种子就难以发芽 第二个款就是 对发芽兰的种子要铺皮处理 凡是因种皮厚 结不透水 或种子不完素的原因 造成出苗兰的种子 均可采取鹿皮或者铺皮方式 切压油苗 对于瓜类 可用磕瓜子 撬种磕或者剪种皮等方式 来不去配体 经营鹿皮油苗 然而取培操作还是较麻烦的 如铺皮不成 取培有了损伤 还会影响幽妙的发药 如折碰丝瓜苗 指液肾脏不完整 就是在不配的时候 喷上了指液的粘固 在铺皮方式中 磕瓜子发是嘴省式 切压效果较好的方法 像磕瓜子后 可不经营去皮 就可出现挂种血水和门发 这是因为 瓜子顶端种皮 请上下门压咬一下 去磕一下 让种皮顶端离开 这种让顶端种皮的开裂 与其他铺皮手段 如指甲剪剪种皮不同 它列错的缝屑 就能成为胚梗生长的 转用通道 就能加速门发后撮苗 用柯瓜子发咬种皮 它可一不上胚体 仍是挂种在门发后撮苗 过程中 指液伸张良好 但并不是所有的瓜类的种子 多适合用柯瓜子发 如美系尖嫩的丝瓜种子 就难用门压咬开种皮 不适合柯瓜子发 开口 瓜种就只能 显用指甲剪剪种皮 或者卤配吹牙的方法 第三个款节是 用发芽好的种子补种 我们在拿到种子时 往往不清楚种子的发芽了 只要选择了用发芽的种子补种 才能确保补的种子 可以撮苗 为了保障 补种的种子有生互率 供进种脆芽用的种子的用量 可以多用一点 如用需要抽苗数的 两到三倍的种子补来进种脆芽 只有种子补较多 才能较容易显出 品行好和生物的强的种子 第四个款节 用平地盆 做吹牙的容器 加挺吹牙方法中 是用焦度的 是色菌汁 加塑料袋法 这将吸入水分的种子 用色菌汁包裹 将色纸包 放在塑料袋中 然后将塑料袋 放在色衣的温度下吹牙 始终方法 虽然操作简单 搓牙类较好 但始终做法 获料种子在猛发过程中 对棕类信号的感受 不注意种子的 发根搓牙的方向 更养生长垂液 造成种子补后 从未不准其 我们没说了 色菌汁 加平地盆的吹牙方法 使发有以下特点 一 盆底水盆放置 是补充的种子 在吹牙过程中 仍能拘束均匀血水 二 可疑在吹牙过程中 不泛动种子 不打烂 配根感受中的信号 使种子发芽快而起 三 补充时种子平放 配根朝下 有道配着发生式嘴巴的特起 使特起能摇出种皮 组织产生代茂苗 具体做法 用平底有盖的玻璃盆 作为吹牙容器 内放三层除涌子 再上放细凉开水 精润除涌子 把进中后的种子 均匀地铺放在除涌子上 在种子上 再盖一到两层色的除涌子 也可以不盖除涌子 催崖盆中除涌子的含水理想状态硬是 上面的植 晴式湿润 底层的植 浸在水中 倾斜玻璃盆 盆中的水 会往蛮带 向低的一边流动 怎样 能使种子在催崖过程中 激索去水 然后 盖上玻璃盆的盖子 密封盆盆盒 当然 也可以用塑料剥墨 或者微波罗墨缝口 最后将缝口的 保湿的布里盆 至催崖相中 平地的催崖装脂 能满足种子 在催崖过程中 再度血水 以保障种子的快速满发 另外 让种胚 精进地感受 重量信号 在牙体中 建立根牙生脏的切性 使胚根朝下 弯出生长 第五个关键 用孔纹的保温 向催崖 催崖 是通过调节温度 促进生化反应 来启动 种子们发展 不同 作物的种子 涉移的催崖温度 不同 如 乌菊类 涉移的催崖温度 为设施20度 血果类和瓜类 涉移的催崖温度 为设施30度 多年中 我们一直以 设施30度 作为 黄瓜 南瓜 丝瓜等 瓜类的催崖温度 用椎温度催崖 生化力高的 黄瓜种子 在12小时内 入白 24小时内 几乎全无门发 第六个关键 注意种子的 相中性反应 要除苗整齐 成苗力高 也要显自门发 早而起的 壮压补种 二要补种时 保湿种子 脆压时 感受中立的方位 也就是 长出的 胚根要朝下 如果不注意这点 胚的 跟器官生长方位 卑制 有的种子 要多花一段时间 重新感受 并建立即兴 灰是 胚根 打完生长 推迟出苗的时间 另外 种子 捕中的深度 和佛图的厚度 浇水的数量等 也要保湿一致 是种子 抽苗的 阻力相同 种子捕后 要盖上 透光灶 或在 捕盆上方 盖成塑料 剥墨 以减少水分 蒸发 这些保湿处理 可是 补充盆 在种子 抽苗前 不浇水 第七个环境 要用通气的 幽苗盆 幽苗 幽苗盆的 种类很多 有两件套 三件套等 然而 摄影幽苗 建状身上的 幽苗盆 具有通气机构 好的幽苗盆 基本机构 如图属实 都有一个 装培养 介质的内盆 和一个 沉水的 外盆组成 内盆介质 和外盆水层之间 有一层 空气 咖喱层 内盆上 有孔洞 通过 设系孔洞 使内外盆 之间 经营水系 交换 如如 外盆的水 通过 蒸发 使内盆介质 维持 摄韧状态 内盆中 如有 不能批 借着 修复的 棕楼水 也可 留了 外盆 发苗 要先发根 发根 要有气 这是 用通气 用苗盆 弄的 王挂苗 根 洗发达 白根 除耳朵 第八个 团队 做好 除苗 后的 管理 除苗 后的 管理 要做好 补光 供水 和 罪位 善项 措施 第二项 措施 是 补光 家庭 生理 幽苗 最大的问题 是光照不作 因此 幽苗者 大多数会在 幽苗场所 增添人工光源 我们在 靠近的 幽苗 桌子上方 加了三张 LED的 光灯 不断光墙 温地 还很省电 为了防止 高架苗 在种子 出土之前 就给予光照 一只 配做的 生长 在室内 每天给苗 照光 二十小时 每次开灯 落到 十个小时 关灯 一到 两个小时 太阳光 比灯光的 光照好 一是幽苗 生长健壮 在无缝晴天 只要气温 在射度以上 我们就会 把幽苗盆 移至 手外晒太阳 在那 幽苗 多晒太阳的 同时 也要旁置 强光 对幽苗的伤害 例如照片 显示的 丝挂在 强光下 发生了违言 第二项厨师 是供水 幽苗盆 显容由 内外盆的套件 外盆沉水 内盆装 输送的培养 接着 采用 外生发供水 这项外盆填水 使培养 接着 保持 生人状态 空水 空水的情况 要随 幽苗 身上的情况 而已 补中之 初秒时 幽苗 借着的 含水量 要高 即使 达到饱和 即在幽苗盆 地游 借水 也问题不大 只要 种子不经 在水中 胚根 胚牙 和胚座 都未 生长得 很好 出苗后 借着的 含水量 可以降低 要控制 添水量 只要幽苗的 一片 或真正头 被下水 就不必 马上叫水 借着的 含水量 测度低 使含氧量 增高 有利 幽苗多发根 提高 幽苗的抗烈性 第三项 出师 使最肥 四瘦的 幽苗 借着中 含有少量 肥料 能供应 幽苗的早期 生长需要 另外 种子种 储备的营养 也能供应 长三片 左右的一只 因此 幽苗周期 可一不识肥料 我们常用 美罗科公司 产丹 多元素 负荷肥 作为幽苗的 最肥 失肥的 溶度 为三八倍 左右的 水溶月 午后四天 左右后 就可以每个 七天到四天 最肥一次 一般显容 多元素的 水溶性的 负荷肥 最肥的 溶度 切切不能 骗容 以防 掃描 关于幽苗成功的 秘诀 就谈到这边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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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